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在Spotify和First Story 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 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 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 我是安妮塔老师 一般我们想到乌龟 都会先想到它背上重重的壳 爬行速度缓慢 而且很长寿 乌龟可以在路上行走 也可以在水里生活 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乌龟 曾经有活到一百岁的记录呢 今天安妮塔老师 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 聪明的老乌龟 在森林里 有一只狡猾的狐狸 习惯欺负弱小的动物 有一次 狐狸走在路上 看见一只老乌龟背着重重的壳 慢吞吞地往前爬 就取笑它说 又丑又笨的老乌龟 背着一身重重的壳 真惹人讨厌 老乌龟只是默默地往前爬 完全不理会狐狐狸 狐狸心想 好啊 居然不吭声 我要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它举起脚 梗梗地朝老乌龟身上的壳踢去 哎呀 我的妈呀 狐狸痛地叫了起来 没想到老乌龟的壳居然这么硬 一脚踢下去 把自己的脚踢得又红又肿 老乌龟轻轻地笑了两声 便继续默默地往前爬 狐狸听到老乌龟的笑声 气得胸口都要爆炸了 它生气地想 哼 老乌龟居然敢惹我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于是 狐狸一搏一搏地去找它的好朋友 老鹰 穿山甲 龟狼和老虎 请它们帮忙它对付老乌龟 这一天天气很好 老乌龟出去散步 老鹰正在天空打转 一发现它 就猛扑下来啄它 老乌龟赶紧缩进壳里 老鹰啄了好几下乌龟壳 把嘴都给啄歪了 狐狸穿山甲 灰狼和老虎知道了消息 都大吼大叫地赶过来 狐狸说 穿山甲哥哥 平常你能在地下钻洞 现在就钻破它的龟壳吧 老乌龟镇定地说 不自量力的穿山甲 连老鹰坚硬的嘴都拿我的壳没办法 要钻就快一点 我的祖传铁壳啊 肯定会让你撞破头的 穿山甲听得吓得倒退三步 不敢动手 狐狸看穿山甲这么害怕 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说 老乌龟缩在壳里 总有探出来的时候 灰狼叔叔啊 等这个家伙一伸出头 你就把他的脖子咬断 老乌龟听到了有点害怕 他心想 如果他们真的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就算我不渴死饿死 我也会无聊死 哎呀 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说 我能一整年不喝水不吃东西 你们有耐心的话 尽管等吧 我的铁甲上有透气孔 地下还有四个通风洞 一千年不探出头来 也闷不死我的 老灰狼啊 你有兴趣 就叫你的子子孙孙 都来这里等吧 灰狼和狐狸张大嘴巴傻住了 这时老虎忍不住大吼说 别听这个小子胡说八道 我们拿石头来把它削个粉碎 再拿火烤它 老乌龟大吃一惊 吓得全身冰冷 但过了一会儿 又笑着说 我这祖传的宝甲 哪里会怕石头的敲击呢 只怕你们用力一敲 石头就会被宝甲反弹回去 你们自己才要小心别受伤啊 而且你们也真是太笨了 难道没听说过 乌龟洗澡是不用水 而是用火的吗 如果把我推到大火里去烤 那就像洗个温暖又舒服的澡一样 畅快得不得了呢 大家听到了都吓了一跳 老鹰拍拍翅膀说 喂 你不怕火 难道也不怕水吗 让我把你抓得高高的 丢到河里淹死你 看你还敢不敢逞强 老乌龟没想到老鹰居然不知道他就住在河里 他躲在鬼壳里都快笑出来了 但是他反而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哭着哀求说 老鹰小姐 请你揉了我好吗 如果真的把我丢进河里啊 我这一身甲壳又笨又重 马上就会沉到河底 不淹死才怪 求求你 千万饶过我这条老命吧 老乌龟哭得好凄惨哦 一群坏动物却捧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 狐狸甩甩尾巴得意地说 哼 想不到你这个老家伙也有害怕的时候 哼哼 要我们饶了你 别做梦了 老鹰立刻用脚把乌龟高高抓起 飞到大河的上空 然后一松爪子 老乌龟就扑通一身掉到了河里 正当狐狸他们转头要离开时 老乌龟从水面抬起头 吵着岸上这群坏动物 哈哈大笑说 哈哈 你们这些傻瓜 以后不要再假装自己很聪明了 我就先回家去 再见 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故事里的乌龟 真的不怕石头 不怕火 也可以一千年不吃不喝吗 当然不可能咯 这只是他为了吓那些坏动物所说的谎 不过也因为乌龟的临危不乱 才能让他顺利地躲过了危机 真的很聪明 对吗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